撒加利亚书第五章 我有举目观看 看见有一卷飞行的书卷 他问我 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 我看见一卷飞行的书卷 长十公尺 宽五公尺 他对我说 这是向全帝发出的咒诅 凡偷盗的 必照着书卷这面所写的被清除 凡其假式的 必照着那面所写的被清除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使这书卷出去 进入盗贼的家 和指着我的名其假式之人的家 这书卷必留在他的家中 要把他家里的木料和石头都毁灭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出来对我说 你要举目观看 看看这出来的是什么 我说 这是什么 他回答 这出来的是个凉器 他又说 这是他们在全地上的罪孽 看哪 凉器的圆形千盖被揭开 有一个妇人坐在凉器里面 天使说 这是罪恶 然后 他把那妇人植回凉器中 又把那千盖丢在凉器的口上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 他们有翅膀 好像灌鸟的翅膀 他们的翅膀之下有风 他们把那凉器抬起 抬到天地之间 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他们要把凉器带到哪里去呢 他回答我 要在试拿地 为那凉器建造房子 房子预备好了 就在那里 把它安放在他自己的地方 比字幕并且 combine compete